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蛮多人说我声音好听的 所以我就去做了配音的工作 也算是蛮斜杠的 那后来我去日本读了电影 回到台湾之后呢 除了教学跟配音工作之外 我也有在从事日本电影的字幕翻译 还有影展现场的外语接待 后来也的确是因为口条跟声音 所以有影展的工作人员就觉得说 我要不要除了接待之外 也去影展现场当口译 曾经呢 我帮一个日本乐团做翻译 然后接受记者的联访 那一起接受联访的 还有歌手魏如轩 当我在帮这个乐团翻译完毕之后呢 魏如轩听到我的声音 他就忽然 联访还没结束 但是他就忽然的大喊说 哇 你的声音好好听 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 蛮惊讶跟开心的 那非常谢谢他 我想他可能已经忘记这段往事了 当口译之后也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的肯定 所以工作人员觉得 我其实还蛮适合主持的 我又去当了主持 那现在的话 我其实除了这些工作之外呢 还有就是在用声音去介绍一些 无声电影 其实口译工作最困难的 因为我是主要是做影展的影人 包括像是导演啦 工作人员或者是演员的口译为主 那最困难的部分我觉得是 事前的准备 通常他们在来到台湾之前 我就会先把他们这次要放映的作品 至少先看个两遍到三遍 那另外就是现场的部分 其实现场的困难点是在于说 讲者他们是对着前面讲话 然后麦克风的声音也是往前传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不清楚 他们在说些什么 还有一点要克服的就是 自己的心理压力 那我自己是通常在第一场翻译的时候 会特别的紧张 在这次的金马星光大道上面呢 我第一位翻译的日本影人 就是北野武导演 那因为他既是第一位 同时他因为年纪比较大 讲话有时候会有一些笔音 然后同时我们也知道说 因为他是对着前面讲 有时候我在后面 不是听得很清楚 所以我其实也是在上台之前 一直告诉自己说 不能把他想成是大导演 大明星 那所以不断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当下的时候 你就已经不会再感到紧张 而是专注在工作的状态当中 在参与影展当中呢 最印象深刻的是 我其实也是因为 进入影展打工 才认识到我太太 然后我太太现在也是做影展 相关的一些工作 其实算是影展迁起了 我们两个的缘分 那实际上帮这些影人 口译的经验当中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金马奖第56届的时候 邀请到日本演员 永赖正敏 来到台湾当决选的评审 那一年呢 我其实除了帮他 当现场的口译之外 也是他的外语接待 随行接待 所谓的随行接待 也就是我必须在10天当中 陪着他看完所有入围的片子 评审会议当天 我也跟着他与其他评审 开了八个小时的会议 开完会之后呢 再跟着他一起去星光大道 担任他星光大道的口译 以及典礼上面 跟他讲解现在典礼上面 发生什么事等等的 那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当然不只是这些工作的内容 还有他的为人 因为他从第一天开始 就非常的有礼貌 然后待人都非常的亲切 那另外就是在评审会议的前一天 他还邀请我到一家 非常高级的餐厅吃饭 那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 我通常不是那种明星 或者是演员的粉丝 但是跟他相处完之后 你真的会打从心底 去爱上这个人 那另外就是金马奖 这一届的金马奖 星光大道上面呢 我担任了北野武 一所广司 七夫木聪 满岛光 四位影人的 星光大道上面的口译 那其实我跟他们的相处时间 就只有在星光大道上面 短短的一分钟 但是后来口译完之后 我们进到会场呢 我在会场的里面 碰到了满岛光小姐 那我本来以为 只有那一分钟的时间 他应该不记得我 想不到他马上就认出我来 而且主动的 非常热情的来找我来攀谈 虽然时间不长 只有短短的一分钟 但是也算是聊了一些天 然后感受到他对台湾 对于电影的热情 以及对于现场工作人员 是多么的友善跟亲切 在星光大道玩了隔天呢 我的朋友就传了很多那种 网路上的新闻给我看 我自己是觉得受宠若惊 想不到我走在 隔了几天之后 走在路上 竟然遇到一位路人 走过来问我是不是 当时做翻译的那一位人凶 然后想要跟我一起拍照 这个也是完全在我预料之外 我也觉得非常的惊讶 其实无论是口译或者是主持 然后或者是用我的声音 去推广一些电影 这对我来讲 都是我当初没有设想到的 所以新尝试我当然都会想要去做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得把 目前手上的 应该说目前有在进行的工作 能够做到更精进 无论是口译 无论是声音的表演 或者是主持 因为当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的时候 转头去看看别人 别人做的其实比你要好的太多 所以自己要学习的东西 还有太多太多 所以我希望的是 能够把自己 现在在进行从事的一些工作 都能够再做到更加的完善 那也让自己做好准备 好去迎接接下来的一些新的机会跟尝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